我們移民時要學一個當地的語言 其實都不止 還是要學和人的關係 人家比較偏好容易獲得到的愛是文 我會明白為何經常聽台灣最美的 就是他們的人情味 Hello,Alan Hello,我是Tracy 近來我們在台灣 有很多觀眾叫我們做志工 去婚前輔導幫他們做志工 又聽多了很多有關婚姻關係 其中聽了一件事就覺得很有趣 其實以前都學過 叫做愛的五種語言 香港叫愛之語 愛之語 但不是愛之病 對呀 但是很像 第一次在香港聽到的時候 我不認識 聽到會嚇到 就是跟一個香港朋友說 那你懂得愛之語嗎 然後他就 哦 這樣 然後我們聽完這件事之後又想起 我們移民的時候 要學一個當地的語言 其實都不止 還是要學和人的關係 人家比較偏好會容易獲得到的愛是甚麼 我們自己覺得在台灣 我們感受到台灣 他們比較接受到的愛之語 或者容易有感動的愛之語 我們現在就分享我們見到的東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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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享愛之語之前 我就怕有些觀眾沒聽過愛之語 讓Tracy去分享五種 我的語言是甚麼 好 第一種 好 第一種就是肯定 語言 他的語言是 比較可以能明確說出對方 哪一方面就是哪一個事情 讓你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那種描述性是很具體的 對方跟你是知道發生甚麼事情 然後你表達他做這件事情很善 或是他這件事情的表現很好 這樣是帶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語言的肯定 因為對方是通過語言才可以接受到 你這樣的表達是對我來說是一個肯定 是對我來說是一個贊同這樣 就平常那種 老公你好棒 你好讚喔 你又不OK? 屁欸 原來不OK的 很具體的 因為你是我老公 超美誠意 然後你真的很棒 我最不喜歡這樣 我最不喜歡是沒有誠意的肯定人 所以我要怎麼說老公你好棒 老公你能夠成為我老公 然後你真的是我心目中的老公 所以你很棒喔這樣呢 好一點點 只是把話臘腸一點點而已 沒有你說到就是我可以成為你的老公很棒 就是很具體的 哇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很怕人家要肯定我 但是或者我很怕我肯定人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說得出很具體的東西 那我成語沒有聽到或者我不會說 所以說Alan就教導了我們 你做得很好的一個例子示範 就是原來讓愛之語 如果你是語言肯定的這些人 原來我們要跟這些人表達的時候 一定要具體的描述那件事情的發生 或者是那件事 那個人做了那件事 你具體的能做出來之後 再加上你覺得的感覺 好棒喔 其實是真的喔 你現在這個網絡的媒體裏面 你給個like已經是讚了 既然你給個like也可以讚 你給個like就可以了 你什麼還要膚顯我 我還要講到五個字一 你給個like我就行了 如果你是要用口講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應該講得清晰一點 如果你不想用口講的時候 你就這樣按個like就算了 對不對 我不喜歡膚顯的肯定 第二個 精心時刻 什麼是精心時刻 精心時刻其實就是 假設今天在睡前 我想跟你有15分鐘的一個時間 是過一個精心時刻 觀眾們不要想其他的東西 就是15分鐘 精心時刻 希望Alan是在睡在我旁邊 是不會滑手機 真的是我們真的看著對方 然後互相的就了解對方 我們過一個精心的時刻 然後真的是在這段時間 我看著你你看著我 有眼神的交流 甚至於是五官的我們都是 在這一刻放下其他的東西 都是以對方為一個對象 溝通的對象這樣 這樣我才覺得是一個精心時刻 好下一個是真心的禮物 好什麼是真心的禮物 假設送 就是很多人會直接想到就是 送你一個跑車啊 送你一個名牌的包包啊 送你一個房子啊 這些 是不是就是真心的禮物 我理解是跟那個禮物的大小 價值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反而是你假設有一次 我跟你走過個街邊 我看到有一個東西 小小的東西 我覺得好可愛想要 然後是很無意的說出來 然後結果你記住 有一天你送給我 我收到的那個 然後我會覺得很驚喜 很悲哀 你知道你是記得我曾經說過我喜歡這個東西 你把這個訊息你記住 然後你買下來然後給我 這個我就覺得是一個真心的禮物 比起送我一個什麼 銀牌的包包啊 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對 對啊 第四是服務的行動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服務行動 應該沒那麼多 因為我是啊 我是服務的行動 如果我說忘了 我就死了 因為服務行動 是趕幫對方 承擔他本身 應該可以承擔的責任 例如我跟Tracy 我們夫妻之間 協議了我主力上班 所以家務就是他承擔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天我回來 我看到他都很累 我就願意幫他做拖地啊 掃地啊 掃地啊 然後又願意煮一頓好的飯 給他 他就會覺得我是服務著他 我只是聽了已經覺得很開心 但是買送的錢是你給的 沒關係 你看看服務行動的力量多大 對 好 那最後就是身體的接觸 這樣算不算 算吧 應該真的字面這樣解 沒有什麼特別的 嗯 應該正常都明白 但是當然有些人是很不喜歡的 例如有些男生很喜歡摸女生的頭 那些叫什麼摸頭殺 或者什麼行劇那些 但是其實很多人不喜歡被摸人頭 對 你喜歡人家摸你的頭嗎 不知道你摸難以的頭 那愛之語大概有五種 台灣就叫愛的語言 我們接觸台灣久了之後 我們就發覺台灣人和香港人 有一些東西是幾不同的 在愛的語言裡面 我自己最有感受就是 我覺得香港人 比較普遍是沒有那麼容易做到 Quality Time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太忙 很多時候說真的 我們認識的香港夫妻 回到家基本上 真的隨便吃完飯 洗完糧就真的睡了 就一起看一部電影 還有好像香港人 其實現代人都習慣了拿著手機 然後連聊天都拿著手機 我們平時有跟朋友去手機 都是那隻手機 但是我自己對台灣人 我跟他們一起相處的時候 他們幾願意放下手機 跟你四目交頭去聊天 而我們都見到自己身邊的台灣情侶 其實都很重視Quality Time 這個我覺得 反而香港我自己認識的情侶 就沒有那麼重視 但是我覺得香港 就好像挺重視禮物 當然那些禮物 可能我們只是因為香港的節日 商業氣氛很重 我們那些情侶 經常都會問大家 或者經常說 小年紀念不知送什麼 你有沒有意見 情侶知不知道送什麼 你有沒有意見 經常會問一問來問去 但是在台灣 好像沒有什麼 聽說大家 她送了什麼禮物 沒有什麼分享 這些東西 對呀 這樣聽阿倫這樣說 我很容易就很快也想到一個 香港曾經有一個很有錢的商家 她就是買了一棟 就是上下 就是上葉大廈給一個香港的大美人 這件事情 就是好像香港好像比較通過禮物 去表達愛 好像是很容易就想到這些例子 那我自己覺得呢 台灣其次就是 台灣人都是比較 比較不認識那種肯定的言語 但是當然 到處在愛情的關係裡面 有沒有很具體的肯定的言語 我就不確定的 但是 我自己覺得普遍在台灣人的表達 是會豐富一些 因為我很多次跟台灣人聊天 大家去互相聊一些 比較深入的話題 都是會比較仔細一些 所以我自己感覺上 如果台灣人是比較 比較會懂得說肯定的言語 而香港人呢 其實不要看到香港人 好像很國際 但是都會說話很直接 但是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在 愛情關係裡面 是挺保守 還有 都不是真的那麼直接 我自己感覺上 好 來到台灣我真的感受到 在語言上面的一個肯定 比較 強烈一點 或是在日常裡面 會感受得到多一點 甚至自己也會 多用這一方面的表達 比如說 在台灣你會說 常常聽到 或是自己也會說到 你很棒喔 讚喔 然後感激你喔 有時候在教會 或是跟Alan也會說 辛苦了辛苦你了這樣 之類的話語 甚至於 Alan也感謝你陪伴我 走到現在 的時間 都會 在台灣生活裡面 會常常會 用到 而且不尷尬的 在香港不是不會 香港人會說 哇 你很厲害啊 你很厲害啊 但是確實在台灣 是沒有那種很尷尬 或是 要刻意 就是有點自然的 多了一些 這一方面的表達 有時候呢 現在我都覺得 很奇怪的 就是呢 我讚人的時候 我會覺得 講國語我沒有那麼尷尬 我覺得講廣東話 我會有點尷尬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 在語言上 用國語去讚人 我自己覺得 是容易點讚出口的 如果今天透過這個影片 可以再 讓我們知道 這一點更深入 更清楚知道自己的 愛的語言的 接受的方式 還有知道對方 所需要的愛的語言 我覺得這樣會更加幫助 我們跟別人建立關係 或是在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不同的地方裡面 生活跟人家表達溝通方面 更加的可以彼此的認識 所以當我們重溫這個愛的語言的時候 我們又會想起自己 當我們移民來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經常聽回 人家說台灣最美的就是 他們的人情味呢 我真的評論 原來很多 在台灣 就算是一個陌生人也好 見過一兩次人也好 我覺得他們在愛的語言表達裡面 是具體很多 我不是說香港人沒有 但是 可能我們真的太忙 還是我們太專注的工作 還是我們真的比較內斂 我覺得我們不像台灣人那麼具體 在愛的語言 因為 例如跟台灣人相處的時候 他們很願意的精心時刻 他們會很願意的語言肯定 在街邊 就算你跟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都會有個服務行動 然後他們的身體接觸又會多些 禮物是否真心覺得這個有得相確 因為就是要看你跟那個人的關係 但是總體來說 我真的會覺得他們是很會比較具體的 表現這些愛的語言 因為我就會明白為何台灣最美的 就是他們的人情味